我最好的朋友是意外丢失的真前景 但他已经死了 他亲生父母找过来的时候 我拿着从他尸体上取来的手链和头发 顶替了他的身份 咦 我说了 我不想再看到他 刚到梁家 我看到穿着甜美的梁墙 突然发疯似的将桌子上的东西扫落在地 喊着要把他赶出去 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 我对上梁墙恐惧害怕的神情 对他露出了一个阴森的笑容 见所有人愣在原地 我宛如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紧紧抓住了月兰的手 看着眼前这个我名义上的母亲 苦苦哀求道 妈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月兰看着我的模样 连忙上前安抚道 小月 强强她是没有地方去 她年纪小不懂事 已经知道错了 我看就算了吧 我一把推开月兰的手 直接从地上捡起一块碎裂的瓷片 用防备的姿势对准月兰逼问道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就不会被迫退学 不会被欺负 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你可怜她现在没地方去 想过当初的我怎么活下来吗 我越说越委屈 往后退了几步流着眼泪说道 妈 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不是已经答应了我吗 还是你觉得 我一个被你们丢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根本比上她 见月兰面露愧疚 梁强直接跪在地上 娇弱的脸上满是泪水 半滴着头愧疚地说道 小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些话我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 我真的没有让他们对你干那些事情 没有干 我死死瞪着眼前的梁强 当初梁强的几个朋友 转学到了小月的高中 因为其中一个女生喜欢的男生喜欢小月 于是他们便抱团 处处找小月麻烦 梁强知道后 初主意散布谣言 又借用梁家的势力 逼着学校将小月开除 现在那几个人都死了 他就想不承认那些事情 二 在一旁的梁强看不过去了 一把将梁强拉起 强硬地看着月兰说道 妈 我才不接受一个神经病帮我的妹妹 那些事情强强都没有参与 不过是随便说了几句话 谁知道他们真会那样干 那些造谣欺凌的人不是意外死了吗 怎么还想逼死强强 依我看 说不定就是他自己不检点呢 我看着眼前高大硬朗的梁征 心底的憎恨节节攀升 死死意志住动手的想法 他本应该是小月的哥哥 应该护着的人也是小月 可最后却将小月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小月意外听到了梁强跟朋友的对话 想要跟他们理论 可梁征得知之后 居然安排了混混在小月回家的路上欺负他 甚至还拍下了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威胁小月 我紧紧握住手 尽力克制自己不露出仇恨的目光 只是含泪看着月兰 月兰被气得浑身发抖 怒气冲冲地说道 小月是你亲妹妹 你怎么对她说话的 她看向还在紧握瓷片的我 小心翼翼上前慢慢说道 小月你先把瓷片放下来 我们好好商量 如果你们今天让她留下来 那就别管我 我像是真的被刺激到了 不管不顾地看着梁强 喊道 我跟她今天只能留一个 打心眼里疼了这么久的女儿 说要分开又哪有这么容易 月兰看着已经隐隐崩溃边缘的我 求助地看向一直未说话的梁安国 梁安国将手上的烟按锡 叹气说道 小月现在这个情况 先让强强出去住一段时间吧 强强做得不对 的确应该长点教训 梁征一听立刻急了起来 恶狠狠地瞪着我 不甘心地说道 我反对 强强什么都没做 凭什么要因为这个疯子住外边 要走也是这个疯子走 我才不让强强离开 梁征一口一个疯子 狠狠刺痛的月兰 月兰忍不住直接冲上前 狠狠扇了梁征一巴掌 颤抖着身子说道 小月是你亲妹妹 你要是不乐意就直接滚出去 出去就出去 梁征捂着被打的脸 阴狠地瞪了一眼我 随后拉起梁强的手 就往外边走去 月兰看着头也不回就离开的梁征 犹如被打击到一样 往后退了两步 目睹一切的梁安国表情 也带上了微妙的不喜 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处理好这里 我先上楼去了 我看着眼前混乱的局面 目光落在远去的梁征和梁强身上 胸腔那股窒息的恨意 才微微放松了些许 三 暂时逼走了梁征和梁强 我的目的也达到了 面对月兰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也温顺地接受 月兰拉着我的手 看着我如同一只乖顺的猫咪一样 乖乖被她带到了房间 目光满是疼惜 小月 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喜欢的 或者想要的 都跟妈妈说 我抬头怯弱地看向房间 房间整体都是清丽的浅蓝色 床铺 书桌 书柜等英俱全 半开的衣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物 看得出来是花了不少心思 我低垂眉眼 脑海中浮现出一张温柔清丽的脸 声音乖软地回答 谢谢妈妈 小月会很喜欢的 月兰想要伸手碰上我的头发 却被我不经意间躲开了 见我还有防备 月兰也知道不能急在一时 温柔地说道 小月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 叫妈妈就好 我乖巧地点了点头 把月兰送到了房门后 不忘记小生说了一句 妈妈 晚安 听到这句话的月兰愣了一下 随后含泪应了 当房门关上后 我放下双手 沉着脸转过身 四下打量着房间 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 小月最爱蓝色 可这个房间里的薰衣草香 和摆放的蔷薇花 却都是小月不喜欢的 喜欢这一切的 是梁强 我知道这个房间 肯定有梁强的意图 无外乎是告诉小月 就算她跟梁家有血缘关系 也不过是个外人 我面无表情地 走到旁边的背包中 戴上手套 将刚刚顺手拿到的手机 放在地上 又从家层中抽出照片 掀开被子一脚 将那些照片 凌乱地撒在床上 照片中的女孩 跪在地上 没有露出脸 身上满是被欺凌虐打的痕迹 白皙的手臂上 心就不一的伤痕 格外显眼 看着那些照片 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心痛 我记忆中的小月 永远是温柔的 平和的 善良的 她会礼貌地 跟所有人问好 她会在别人 欺负人的时候 勇敢制止 她会在看到 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尽力去帮忙 我以为小月 会这样平淡坚定地 过完这一辈子 可如明月狡急的小月 却用那样 屈辱可不的方式 死在了无人问津的 臭水沟里 天边明月 怎么能是这样的结局呢 我不甘心 我找到了那几个人 逼问真相 却又意外得知 小月才是梁家的真前景 这也是为什么 梁强和梁征 两个人 会在小月退学之后 为什么要派之前 那些混混逼死小月的原因 我想让那些人 出面作证 可一场意外的车祸 让最后的人证也没了 于是我拿着 小月的手链和头发 来到了梁家人面前 读那些人口中的真话 事实上 他们没有骗人 梁征和梁强 根本不知道小月的样子 他们只是因为 一两句话 一条手链 便安排人随意地 处置了小月的性命 四 我走进了洗漱间 站在镜子面前 松开手心 一块小小手指长的碎瓷片 赫然出现在手心上 我看了一眼 镜子里麻木阴郁的自己 随后翻转手腕 用瓷片在自己手腕上 划上一道深深的伤口 鲜血不断涌出 麻木的痛楚 不断袭上身体 我看着自己的手腕 脑海中再次浮现出 倒在臭水沟中 小月满身伤口的样子 不敢想象 她到底有多痛 一时渐渐模糊 我听到了房门响起的声音 紧接着浑身无力 摔在了地上 在一时昏昏沉沉的时候 我又想到了 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 我跟小月 都是福利院里的小孩 我性子孤僻 脾气暴躁 遇上欺负我的小孩 也不管不顾 就是冲上去打 慢慢地 整个福利院的小孩 都对我敬而远之 我不爱交朋友 也不屑于跟他们一起 直到一次 偶然路过一个角落 发现了被欺负的小月 她就那样蹲在地上抱着头 任凭其他孩子 一个劲欺负她 没有任何的反抗 却一句求疗的话都不说 或许是那天我心情好 我帮她赶跑了那些小孩 身后也多了个小拖油瓶 我跟她性子截然不同 相处却意外和谐 我知道她聪明 却也性子倔强 看似温柔弱小 实则心性坚韧 她喜欢读书 喜欢植物 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被领养时 告诉我 她会成为最好的医生来找我 可当我再一次得到她的消息时 却是从旁人口中得知 她养父母要为了五万彩礼 把她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家暴男 当我找机会 打开内上关了她一个星期的房门后 看到的是 奄奄一息倒在地上的小月 狭窄昏暗的房间 和她苍白的脸色 似乎都在预照着 她的一切并没我想象的那么好 我送她去了医院 又找人帮忙 硬生生把小月的户口 从那对无良父母手中迁移了出来 在那以后 我跟她相依为命 我要打工赚钱 她要学习读书 也会趁我不注意 自己偷偷找兼职 然后在我生气的时候 柔声劝慰 直到那件事发生 我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 也疏忽了小月 当我得到小月的消息 赶到那片废弃山林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在那条肮脏不堪的臭水沟里 小月衣服残破 浑身鲜血 露出的手脚上伤痕纵横交错 惨白的脸被浸在污水之中 看到那一幕的我简直没办法呼吸 大张的眼睛任由泪水滑落 喉咙也像是被粗糙的棉絮重重摩擦一样 疼痛而又窒息 翻涌的恨意几乎让我整个人崩溃 她怕疼 她不喜欢伤口 她最爱整洁干净 可最后 她却满身伤口痛苦地死在了抽水沟中 五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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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呼喊 让我从那样窒息的回忆中惊醒 我睁眼一看 正好对上月兰担忧的目光 四周弥漫着消毒水的气息 雪白的天花板上垂挂着吊灯 病房里静谧而又宁静 仿佛刚刚那些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 小月 怎么哭了 月兰紧张地看着我 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哭了吗 我感受着眼角的湿润 想抬手 却被手上的疼痛制止住了动作 我轻呼一声 看着手腕上的纱布 怯弱地往后缩着 月兰看到我手上的伤 忍不住轻声责怪道 小月 有什么事情不能跟妈妈说吗 为什么要 妈妈 没有看到那些照片吗 我攥紧手 转过头对视着月兰的眼神 激动地大喊道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那些照片 为什么要救我 你们不是想用那些照片逼我吗 又为什么要救我 我一边说着 又要开始撕扯自己的纱布 旁边的月兰连忙拦住我 她显然没料到 我会这么激动 语气也慌乱了不少 着急地说道 没有 没有 妈妈怎么会逼你呢 没有人要逼你的 随着月兰一句句安抚 我慢慢平静下来 手却还是紧紧抓着纱布 不愿意松手 梁月 就在这时 一声满身怒气的呵斥声 伴随着重重的推门声传来 梁征冲到我面前 凶狠地质问道 你到底要干什么 把强强赶走了 还觉得不够 还要诬陷她害你吗 那个娃娃和那些照片 明明不是强强做的 我脸色苍白 躲在月兰身后 看着梁征暴躁的神情 心里罕见得到了一丝丝痛快 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眼神挑衅 语气无辜地问道 那你说 不是她 还能是谁做的呢 你 梁征下意识要说出口的话 被她紧急杀住 她瞪着我 捏紧拳头说道 你就是故意的对不对 你明明知道 不是强强做的 你明明知道 那些都跟强强无关 你还是要对强强动手 你怎么这么恶毒 你怎么不死在那里 非要回来呢 梁征越说越生气 冲上来就想要对我动手 可听着这些的月兰 却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抬手给了梁征一巴掌 眼眶发红 颤抖地质问道 小征 小月是你亲妹妹 你就是这样 对你亲妹妹的吗 梁征捂着被打得半边脸 直视着月兰 不甘心地质问道 妈 你清醒一点 她才不是我妹妹 她就是一个疯子 你看看她身上的伤口 那些根本就是 她自己画出来的 够了 月兰大喊道 她失望地看着梁征 往后退了一步说道 我原本以为 你们都很希望小月回来 可是你们在做什么 我再说一遍 那件事是强强做错了 那件事和今天的事情 我都会查清楚 现在在小月 没有原谅你们两个之前 你们都别回来了 梁征下意识看向我 对上我暗含得意的眼神 心中的怒火更加旺盛 不甘心地问道 妈 你要为了一个疯子 把我们赶出去 我看你也是疯了 月兰看着梁征远去的背影 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整顿好自己的情绪之后 坐在旁边愧疚地说道 小月 是妈妈对不起你 不知道强强在房间里 放了那些东西 妈妈应该好好检查一下的 我摇了摇头 乖巧地拉住月兰的手 声音沙哑地回道 房间很好看 这是我住过最好看的房间了 这都不关您的事 梁强只是担心 我出现会分走你们的注意力 哥哥跟他一起长大 对他偏心一点是难免的 我只是希望 妈妈能不能多关心我一点 月兰对上我祈求的目光 忍不住心疼地抱住我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那些东西本该是你的 小月 只要你别伤害自己了 妈妈什么都答应你好不好 我依靠着月兰 讽刺一笑 轻轻开口说道 那妈妈 你能不能把那些事情澄清 月兰听到这句话身体一僵 起身看向我 面露迟疑 为难地说道 小月 那些事情传出去 对强强的名声不好 你可能对他们学校不了解 没等月兰说完 我缓缓抬头 对上月兰的目光 难难道 难道那些事情对我就好 他诬陷我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他的朋友屁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我被泼水 被撕衣服 被围殴 最后甚至被退学 差点死在了外边 我说着 目光渐渐冷了下来 像是在质问 又像是在抱不平 黑亮的眼睛 澄澈干净 似乎能倒映出 月兰心底所有的想法一样 妈 你告诉我 那些事情 难道就是我该得的吗 我做错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做错了什么呀 我的情绪突然激动了起来 猛地将自己手上的针拔了出来 紧接着又把旁边的东西全部推倒 自己一个人色缩在旁边 脑袋不自然地晃动着 嘴里念念有词 完全一副失控的状态 月兰被我突然地转变吓了一跳 她试图让我冷静下来 却换来了我更加激烈的反抗 眼看着我愈发控制不住 感到的医生想要给我注射镇静剂 却险些被我推倒 最后在医生和月兰的几次试探安抚下 我才安静了下来 自己靠在床上盯着窗外 医生看了我一眼 忍不住责被月兰道 梁夫人 我说了 病人不能情绪太过激动 她本就有心理创伤后一症 情绪起伏不定 您这样刺激她 对她的病情只会起到反作用 平时尽可能少刺激病人吧 好好养着慢慢来 月兰心疼地看着憔悴不堪的我 像是有万般话要说 最后还是送走了医生 我知道医生会说出我想要的话 看着月兰对我的顺从 也愈发坚定了计划 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 都是月兰一个人照顾 梁夫和梁征他们一次没来 而我也像之前那样 时而乖顺听话 时而又狂躁自残 月兰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不知不觉也答应了我不少事情 气 我出院那天日光明媚 挑了一件无袖连衣裙穿在身上 回头看像忧心忡忡的月兰 乖巧地问道 妈妈 好看吗 月兰目光有些许不忍 点了点头说道 好看 但是今天气温有点低 我们要不要再加个照衫 我明白月兰为什么这么说 我的手臂上心上硬就疤 乍一看像是深浅不一的武功 手腕的绷带显得尤为突出 如果这样出现 一定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我歪了歪头 在原地转了个圈 用手紧紧攥着裙子的一角 不安地说道 为什么要穿照衫 妈妈你嫌弃我吗 是不是 我这样给您丢脸了 如果是这样 我换一身就好了 我一边说着 一边从旁边的袋子中 将衣服全部翻出来 选了一套长衣长裤之后 紧紧抱在怀里 眼皮不断眨动 似乎愈发紧张 月兰对我的这个反应 再熟悉不过了 她急急拦住我 用手拍着我的后背 不停安抚道 不用换 小月你不用换 很好看 如果不冷 我们不穿就好 听到月兰的话 我这才安静下来 她可怜巴巴地抬起头看着月兰 眼底满是试探 小声问道 真的可以不用换吗 不用换 很漂亮 看到我依恋的目光 月兰心里一软 将我抱在怀里 不停说道 你是我的女儿 是我的亲生女儿 妈妈怎么会觉得你不好看呢 有了月兰的允许 我穿着那条无袖连衣裙 挽着月兰的手 不顾众人的目光 走出了医院 刚进家门 月兰和我都愣在了原地 梁强穿着跟我一样的裙子 正站在客厅 开心地跟梁父撒娇 而梁征也站在一边 一脸宠溺地看着她 与我相比 梁强如一只薔薇般挺立着 白皙光洁的手臂 更衬得我手上的伤疤 狼狈又丑陋 我往月兰身边靠近了一步 身体止不住地色缩发抖 像是在竭力控制着什么 月兰也没料到 梁强会穿着跟我一样的裙子 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下意识看向我 连忙遮住我的眼睛 轻声安抚道 小月 小月 我们冷静下来 妈妈来解决好不好 月兰一边说着 一边扶着我上楼 不断小声念叨着 让我尽力忽视刚刚的一切 我也像是被驱使一样 情绪几次 在崩溃的边缘 却还是月兰安定了下来 梁征看不惯自己的母亲 这样小心翼翼对待我 脑子一热 直接冲到了我面前 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妈 强强还在这里 你好端端地带她上楼干嘛 怎么了 看到强强 知道自己长得多丑 多上不得台面啊 我抱紧月兰 瑟瑟发抖地靠在她身上 死死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月兰心疼地抱紧我 瞪着梁征 背弃得浑身发抖 大喊道 小月才是你亲妹妹 如果我再听到一句这样的话 你这辈子就别回来了 梁强这个时候也凑了过来 柔柔弱弱地站在一边 小声说道 妈 我不是故意要跟小月穿一样的衣服 我只是太想你们了 想来见见你们 听到这话的 我像是突然受了刺激一样 猛地正脱开月兰的手臂 随后一摆将梁强推倒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直接从梁强口袋里翻出手机 梁强意识到我要做什么 想要抢过手机 却没料到被按着手 解开了手机的安全锁 我站起身子 像是崩溃一样打开手机 指着上面的页面说道 梁强 你不是故意的吗 你明明看到了我今天要穿什么 你就是故意的 提醒我被你害成了什么样子 月兰愣了一秒 赶在梁强之前 抢过我手里的手机 仔细一看 发现是一条顶屁真千金4FT11WB 希望今天的太阳久一点 妈妈今天很高兴 在看到配图的那条裙子之后 月兰彻底绷不住了 她转过身 紧紧握着手上的手机 一步一步走到了梁强面前 质问道 强强 你最好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 梁强见识不妙 连忙冲过来说道 不就是一条裙子吗 怎么她穿了强强 就不能穿了 妈 她是你女儿 难道强强不是吗 为了这么个人 你忍心陪你这么多年长大 闭嘴 月兰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怒气 她一把将手机摔在地上 一只手将我拥在怀里 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小月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如果没有小月 我根本就不会同意收养梁强 她也不会有现在优越的一切 她应该要感激小月 既然她这么敌视小月 那她就不应该在我们这家里继续存在 妈 梁征没想到月兰会说出这种话 她指着我不敢置信地追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真的要为了这么个人 把强强赶出去 小月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当哥哥的不认 那你也给我滚出去 月兰显然已经到了气急的边缘 她怒气冲冲地看向管家 出声说道 把他们两个的房间全部收拾出来 东西都给我扔出去 这个家 我还不至于半点话语全都没有 我看了第一次真正敢于出声的月兰 心里没有半点波动 转而看向一直没有说话的梁復 我知道 她不会这么简单 让月兰把梁强赶出去的 果然 梁復将手上的阴暗息 站起身走到了月兰身边 好声好气地说道 月兰 我知道他们两个做得不对 但是强强在我们身边待这么久了 她难免没有一点安全感 小征又向来跟强强关系好 月兰一听就听出来了不对 她微微瞪大眼睛 忍不住说道 没有安全感不代表能这样 我可从来没教过这些 见月兰听不进去 两岸国脸色也有些难看了起来 她冷了脸色 毫不犹豫地说道 强强和小征搬出去可以 但是你说的其他都不可能 小月是我的女儿 但是强强也是我的女儿 月兰没想到梁安国会说这话 她刚要开口 我却捂着心口难受道 妈 妈 见我这个样子 月兰也没心情继续争执下去了 直接带着我上楼了 吧 回到房间 月兰扶着我坐在椅子上 自己坐在旁边 担忧地看着不安的我 小月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紧紧靠在月兰身上 像是孩子一样 依偎在月兰身上 小声问道 妈 是不是我很差劲 所以你们才不要我的 我反常的话 引起了月兰的注意 她连忙拍着我的肩头 安抚道 怎么会 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怎么会差劲 那为什么我会丢 你们又这么快 找到了代替我的人 我靠在月兰怀里 小声问道 我看着月兰的神色 渐渐复杂 眼里似乎也带上了泪光 月兰抱紧我说道 是妈妈不好 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交给保姆 害得你就这么丢了 可是福利院的院长说 我是被扔在门口的 我抱紧了月兰的手臂 壮丝害怕地说道 怎么会有人 刚好把我丢到福利院 妈妈你为什么要收养梁强 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 这么喜欢她 到底谁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我说着说着 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抱紧了月兰的手 我看着月兰 神情渐渐变化 继续抽气地说道 妈妈 梁强跟爸爸这么像 是不是她才是你们的女儿呀 小月 你先好好休息 我一声声试探 似乎唤醒了月兰一切记忆 她将我哄上床 又给她盖好被子 心事重重地离开了房间 等月兰一走 我立刻没了那副 楚楚可怜的表情 静静地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接下来一连几天 似乎是因为月兰和梁父 吵架的缘故 梁强和梁征也安分了不少 并没有出现在我跟我面前 月兰每天来去匆匆 但是依旧会抽出时间 来查看我的情况 我身上的伤好了不少 但家里的氛围 也肉眼可见地僵持着 两安国不满月兰的态度 这些天一直没有回来 甚至家里的庸人 也时不时传出闲言碎语 讽刺我不应该回来 我知道 这些都跟梁强和梁征脱不了关系 在学校的时候 那些转学生 就是用这样的手段 来排斥小月的 那个时候我身上没多少钱 没办法养活我们两个人 小月的学费 全靠学校的奖学金撑着 可是那些转学生 找来了一个学生 伪造档案假装贫困生 他们大肆宣扬 那位学生的悲惨事迹 明知小月需要那笔奖学金 依旧用舆论压力 想要逼他放弃 你学习这么好 怎么没有一点同情心呢 我们的大学霸 怎么连这点钱都惦记着 你再争取下次机会啊 在他们的宣传下 小月成了一个 眼里只有金钱 能写自私 毫无同情心的人 那些知道小月情况的人 选择默不作声 甚至和其他不知真相的同学 一起逼迫小月 一点点的压力 让小月逐渐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相 他们说的那样差劲 那些压力 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小月 他怕我担心没有告诉我 一点点记录在日记中 期待一个时机 让他能够得到答案 可没想到那只是一个开始 在那之后 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接踵而至 如同细密的渔网 紧紧缠绕住小月 让他呼吸不得 甚至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凄惨死去 现在面对这些手段的人是我 我跟小月不一样 我没有这么多顾虑 所以每次听到那些话 我就立刻装作 被刺激到的样子发病 月兰也直接干脆地 辞退了那些嚼舌根的人 梁家局势越乱 对我就更加有利 这些天的观察 足够让我看清楚 梁家人的天性 我也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人 等我休息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特意找到了月兰 提出要回到学校 就 月兰听到这话 脸上浮现出明显的担忧神色 她抚摸着我的头发问道 小月 你的学籍 我已经转到了凌晨高中 你确定你现在休息好了吗 我看着月兰温柔的神色 心中却没有半分波动 只是朝着我点了点头 我顺势靠在月兰怀里 乖乖地说道 妈妈 我这么天都没去学校 耽误了太多学习了 我相信妈妈会保护好我的 不会再让我遇上那些事情的对吗 我抬起头 可怜巴巴地看着月兰 这些话显然唤起了月兰那些不好的记忆 脸色也顿时难看了不少 她摸着我的头 眼神也坚毅了不少 承诺道 妈妈会保护好你的 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我知道 月兰已经查到了 之前那些事情的确是梁强和梁争指使的 至于那些照片 早早被我找机会 印了梁强的指纹 这也是为什么月兰态度这么坚决的原因 月兰遵守了她的承诺 第二天就带着我去凌晨高中办好了一切 甚至还特意带我去见了凌晨高中的校长 把我跟梁强的事情说清楚 叮嘱校长要好好照顾我 按照我的要求 月兰把我安排在了高二一班 也正是梁强在的班级 当班主任李莎将我带进教室站上讲台时 我坦然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大家好 我叫梁月 是梁征的亲妹妹 梁征这个名字大家可不陌生 大家齐刷刷地看向了坐在中间的梁强 眼底闪烁着兴奋的八卦目光 梁强脸色难看 却还要勉强维持着笑容 站起身说道 小月 你怎么转学到这里也不跟我说一声 凌晨高中可不比你之前的海城高中 进度要快上不少 你跟得上吗 海城位置偏僻 教育也相较于落后不少 一个突然从海城转来的梁征亲妹妹 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哪来的私生女了 梁强跟小月同岁 外界也不知道梁家真正的小女儿 其实早早失踪 所以大家一直都以为 梁强就是梁安国和月兰的亲生女儿 对上众人质疑不屑的目光 我直勾勾盯着梁强 忽然开口笑道 梁强 我不喜欢跟你耍心眼 你敢让妈妈知道你的这些话吗 梁强脸色一白 显然没料到我会直接搬出月兰 她紧紧盯着我 像是生怕我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愉悦地看着梁强紧张不安的神情 转过身轻声问李莎 老师 那个位置是我的吧 李莎见情况不对 也赶紧点头让我先坐下 梁强见我似乎消停了 也缓缓松了口气 可没等他彻底放松 我又停在他身边 开口问道 你就这么介意你梁家养女的身份吗 我声音并没有刻意压低 离得近些的人都听到了这话 纷纷倒吸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二人 梁强整个人将在原地 不敢置信地看向我 对上梁强充斥着恨意的目光 我心情顿时舒畅了不少 听着旁边的议论声 轻哼着歌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一节课在诡异的沉默中度过 李莎也察觉到气氛不太对 上完课便早早离开了 就在李莎离开不久 一声怒斥突然在教室门口响起 梁月 所有人朝着门口看去 发现梁强不知何时 出现在教室门口 正怒气冲冲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大家都认识这位凌晨小霸王 纷纷往后退去 生怕惹到了他不快 是谁让你说那些话的 梁征恶狠狠地瞪着我 双手握拳紧紧攥着 似乎下一秒就要对我动手 我无辜地看着梁征 藏在桌子下的手 把消息发送出去 眼底藏着些许的挑衅 乖巧地问道 哥哥你在说什么呢 我说了什么吗 梁强是爸爸妈妈受养的养女 难道说错了吗 梁征气冲冲地瞪着我 面目凶恶 压低声音威胁道 梁月 爸妈认你是爸妈的事情 我可从没认过你 一个被退学的疯女人 还想当我梁征的妹妹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退学 我微微抓紧手心 任由尖锐的指甲 陷入手心肉之间 靠近梁征轻声问道 你是不是很奇怪 我怎么没死在海城 还好端端地被他们找到了 梁征脸色一变 抬手就想抓住我 我连忙惊恐地退后 瑟瑟发抖地蹲在地上 小声念叨道道 不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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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错 我不应该回来的 是我错了 别打我 别打我 梁征被我的反应 弄得一脸猛 不耐烦地冲上来 想要抓起我 身后却立刻传来了 月兰的怒斥声 梁征 你到底在做什么 月兰急匆匆地 朝着我跑了过来 她一把推开 挡在面前的梁征 小心翼翼地 看着躲在角落的我 轻声安抚道 小月 是妈妈 看着月兰试探伸出的双手 我将脸埋进手臂里 抵触着所有人的触碰 小声念叨着 不要打我 我知道错了 是我错了 我应该听话的 我要听话的 为什么还要到学校来呢 月兰听着我的话 心里忽然闪过一丝 不好的预感 她起身看向慌万的梁征 和梁强两个人 什么意思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小月的事情 梁征知道这件事 不比之前的那些事情 哽着脖子反驳道 我怎么会知道 这个疯女人是我妹妹 妈你也信她的疯话 上课铃声 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月兰也没心情 现在跟梁征争吵这件事 她再次蹲下身子 小声说道 小月 上课了 我们不能耽误 其他同学上课对不对 先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梁征见月兰 用这样柔和的态度哄着我 当即有些不乐意了 冷哼一声嘲讽道 妈 她都多大人了 她不起来 就让她待在那里就得了 她一回来 家里就不顺起来了 真是个祸害 月兰被梁征这话给气到了 她转身瞪了梁征一眼 刚想开口 我伸出一只手 抓住了月兰的衣袖 月兰也顾不得理会梁征了 连忙抓住我的手 小心翼翼将我扶起来 将我带离了教室 身后的同学们小声议论着 徒留梁征和梁强两个人站在原地 愤恨地看着我们离去的背影 十 等回到家之后 月兰拿来一个医药箱放在旁边 看着低着头沉默不语的我 温声开口说道 小月 妈妈给你伤口削一下毒 月兰小心翼翼将我腿放在椅子上 满眼心疼地看着我腿上又添了一道血痕 那是我退后的时候不小心撞伤的 伤口不大 没想到月兰第一时间注意到了 小月 月兰小心翼翼地用棉签和酒精给我消毒 几次欲言又止 还是开口问道 你是不是还恨妈妈 所以不愿意跟妈妈说心里话 我看着这些日子以来 对我愈发关怀小心的月兰 轻轻开口回答道 我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 如果是小月在这里 她会不会怨恨月兰 怨恨月兰当初不小心将她丢弃 怨恨月兰 他们从未真心寻找过她 否则怎么会让梁征和梁强他们先找到她 怨恨月兰为什么管教好他们 让他们这样随意玩弄别人的人生 但是现在这些事情已经都不重要了 小月不需要这些答案 我抓住月兰的手 小声问道 妈妈 爸爸怎么这些天都不在家 月兰神情顿时勉强了不少 她摸了摸我的头 安抚道 爸爸最近工作比较忙 有时间她会回来的 学校我们今天就不去了 小月有没有想要去玩的地方 妈妈带你去好不好 我拿起自己的手机 很快调出一张图片递给了月兰看 妈妈 能不能去这里 听说这里的公园有天鹅 我还没看过 想去看一看 月兰看着照片中肆意舒展的天鹅 很快答应了下来 今天的天气很好 温暖的阳光照在地面上 公园的草地上 到处都是年轻的情侣和老人小孩 嬉闹声充斥着整个公园 我坐在大树下的长椅上 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腿骨传来阵阵剧痛感 月兰买来两杯饮料放在旁边 关切地看着我问道 小月 还想吃什么吗 我看了一眼周围 乖巧地看着月兰说道 妈妈 门口那边我好想看到了有爆米花 你能不能去帮我买一点 月兰看了眼门口 有些不放心地叮嘱道 好 那你好好待在这里 妈妈很快就回来 等到月兰离开之后 我静静坐在长椅上 半眯着眼睛 缓解着腿骨的疼痛 一道声音突兀地在耳边响起 你现在倒是轻松 我抬手捂着眼睛 缓缓开口说道 让你带的人 让月兰看到了吗 一道陌生的气息袭来 我不适应地 往旁边移开了一点 放下手看向我身边的罗明 罗明坐在椅子上 抬手按着自己的脖子 开口说道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 你把人带到月兰面前 之后那些事情呢 怎么让他知道 我揉了揉自己的手腕 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回答道 不用我们刻意去带 月兰他自己会查到的 他可不是什么兔丝话 罗明来了兴趣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追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你别忘了 他可是当了十几年的全职太太 梁氏集团那边 他没有参与任何事务 你如果想要用梁强 其实是梁安国私生女这件事 让月兰反对股东大会上 梁安国的提案 恐怕没这么容易 我盯着自己的手机 冷漠地说道 我会把那些事情 一一暴露在月兰面前 别忘了盯着这件事的 不只是我们 有他们配合 我的计划会成功的 罗明狐疑地看着我 颇为担忧地说道 那你也要小心点 我会跟他们说 全力配合你 我抬手捂着眼睛 骨头深处 再次传来隐隐的疼痛感 你管好你自己那部分就够了 月兰这边我会处理好 你也早点走吧 他应该也快要回来了 见我不愿意跟他说 罗明也起身摆了摆手 静止离开了 十一 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月兰拿着两大桶爆米花回来了 他将爆米花递给我说道 小月 心情好点了吗 我点了点头 抱着爆米花 看着不远处湖中的天鹅 有妈妈在身边 我就很高兴了 月兰抚摸着我的头发 像是在欣慰我的乖巧 喃喃道 小月要是一直这么听话就好了呢 对了 小月在之前的学校 没有什么朋友吗 听到月兰提及这件事 我抱紧怀里的爆米花筒 低着头窃窃地说道 他们不敢跟我交朋友 月兰听到这话手一顿 随即很快恢复正常 安抚着我说道 没事 那是他们不行 在凌晨高中 小月会交到很多朋友的 夜幕降临 我跟月兰也回了家 水料刚到家中 便看到了一脸为难的管家 月兰察觉出事情不对 仲美问道 怎么了 妈妈 管家还没说话 梁强便端着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走了过来 目光不时看向我 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 见梁强又回来了 月兰担忧地看着我 见我更加沉默了 对梁强也愈发不满 我说过 让你暂时不要回来 梁安国从一旁走了出来 梁征紧紧跟在他身后 两人像是刚刚商量完什么 月兰 你要为小月出气也差不多了 梁安国说着 对我投来了不善的目光 明明是我们两个的女儿 却是这副小家子气的模样 你还想让他出去 丢我们梁家的脸吗 月兰瞪大眼睛 没想到梁安国会说出这话 我眼角含泪 紧紧抓住月兰的衣袖 低着头沉默不语 不时发出小声的抽气声 月兰挡在我面前 对梁安国也罕见的有了怒气 梁安国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的女儿 不比你的脸面重要吗 她丢了这么多年 又经历了那些事情 你这是当父亲呆说的话吗 梁安国愈发不耐烦 像是被这话挑起了火气 气冲冲地说道 她怎么丢的 你不知道 我说了 让你在家好好看孩子 你非要把她交给保姆看着 去忙你什么工作 孩子丢了 现在全怪我一个人吗 月兰眼眶泛红 捏紧自己的手 胸膛大幅度起伏着 几次隐忍 还是忍不住落下泪 颤抖着问道 你还好意思提当年 当年集团出事 你半点消息都没有 要不是我去处理 哪有今天的梁家 你干了什么 在小月丢了之后 你直接抱养了梁强 让我当作 这是我的亲生女儿 难道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 你不需要去负责任吗 月兰大声喊完最后一句 抬手擦掉自己的眼泪 仰着头深呼吸说道 我还是那句话 你如果执意要留下梁强 那就别怪股东大会上 我不投票给你了 月兰甩下这句话 拉着我的手静止往楼上去 梁安国一听这话 着急了起来 直接快步冲到了月兰面前拦着她 月兰 你什么意思 你股东大会上不投票 给我准备给谁 还是说集团最近的传言 都是真的 你是真的 月兰越听越生气 她深吸一口气盯着梁安国 握着我的手也愈发紧了 梁安国 梁安国见月兰脸色不对 下意识止住了话题 月兰直接带我回了房间 到了房间 月兰似乎再也绷不住了 她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哽咽地哭道 小月 妈妈真的不是故意的 当时集团情况太紧急了 我不去那笔生意黄了 整个集团的资金链就断了 我没想到保姆会没看好你 害得你丢了的 我回抱住月兰 像是无措般地安慰道 妈妈 我不怪你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小月到底是怎么被丢的 我挤出几滴眼泪 小声委屈道 只是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快 找到了梁强取代我 是不是在你们心里 我不重要 你怎么会不重要 月兰急急地抓着我的肩膀 匆匆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好一会才止住哽咽开口说道 梁强是你爸爸从老家找来的孤女 说老家那边没人愿意养她了 所以才抱来的 爸爸跟老家那边的人 关系这么好吗 我低着头 低落地说道 明明自己的亲生女儿失踪了 还有心思关心老家那边的孤儿 爸爸 是不是不希望我回来 还是爸爸养了梁强这么多年 看梁强跟她长得这么像 早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女儿 忘了我了 月兰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随即心疼地把我抱在怀里 承诺道 小月放心 该是你的 妈妈不会让任何人拿走的 如果她执意要让梁强待在这里 下周的股东大会 她不会有胜算的 等你成年了 妈妈就把那些股份和财产都给你 到时候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月兰小心安慰着我 我抓住月兰的手 不安地说道 可是这样 哥哥会不高兴吧 哥哥也是妈妈的孩子 妈妈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 哥哥怎么办 我唯一担心的是你 其他人都不重要 12 月兰履行了她的承诺 很快公开把她的意思告诉了梁安国 梁安国知道了之后 跟月兰大吵了一架 但还是坚持要让梁强留下 梁征也跟着梁安国 一起抗议月兰的举动 可月兰没有半点取消的打算 见跟月兰说不通了 梁征也干脆把我约到了花园之中 干脆利落地说道 梁月 你快点让妈答应强强留在家里 我揪着花园里的花朵 看着花瓣一朵朵被我扯下 抬起头冲着梁征露出一个无辜的笑容 为什么 为什么 梁征似乎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 她双手插腰 在原地站着 最后凶狠地看着我说道 林玥 你是忘了你之前什么样子了吧 当初我随便吩咐几个人 就能让你变成这样疯癫的样子 你以为回到家里 我就不敢了吗 我将手上的花瓣碾碎 任由湿润的花枝浸透指尖 忽而一笑说道 我当然知道你改呀 我直视着梁征的眼神 抬手晃了晃手上的花碎 微微歪头问道 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 梁征眼底闪过一丝疑惑 警惕地看着我 我随手又扎了朵花 继续扯着花瓣碾碎 自顾自说道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叫人弄死我 有本事再弄死我一次 没了我 妈妈就不会那么执着了 没了我 妈妈的股份和财产 就会是你们的了 我抬起头 兴奋地看着梁征 笑咪咪地说道 你还不知道吧 妈妈说等我成年 就会把他名下的股份 跟财产全部给我 你跟梁强 不会得到一分钱 就算以后 你继承了梁氏集团 赵就还要看我的脸色 我不易高兴 就不同意你的要求 你觉得好不好玩呢 梁征握紧拳头 眼睛紧紧盯着我 不甘心地说道 不可以 我也是他的孩子 怎么会不给我 爸爸的东西是你的 妈妈的东西是我的 我继续撕着花瓣 目光一瞬不移地 盯着梁征的反应 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爸爸不会把他的东西留给我 你心里清楚 妈妈也清楚 妈妈是不会让我无依无靠的 他会给我最大对抗你的保证 至于是不是真的 你心里不是有答案了吗 梁征沉默着没有开口 我继续刺激着梁征 缓缓开口说道 你们这么着急 下周鼓动大会的表决 这么希望得到妈妈的同意 又不愿意让梁强滚出去 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梁强一天不滚出去 我就会继续跟妈妈诉苦 继续鼓动他反对你们 我活着的每一天 都要给你们找不痛快 你个贱人 梁征冲上来就想动手 我立刻迎上去开口说道 你动手 家里的监控都看到了 我跟你一起到花园 我出任何事情你都要负责 看着梁征僵持在半空中的手臂 我随手将花枝扔在他脸上 挑衅地说道 当初没有弄死我 就是你最大的实测 我活着的每一天 都不会让你轻松 说完这话 我又顺手摘了一些花 哼着歌离开了 花园里只剩下满脸怒气的梁征一人 我抱着花往楼上走去 正巧撞上下楼的梁强 梁强握紧栏杆 目光厌恶又不得不摆出一副讨好的姿态 我把玩桌手里的花 见四下无人 笑了笑对梁强说道 你一直不走 是爸爸没办法让你走吧 梁强将在原地 好一会才声音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紫华小区地动三楼 我可是亲眼看到了呢 我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 随后不等梁强反应过来 直接上了楼进了房间 我急匆匆进了房间 直接跪在地上 听着房门外急匆匆的脚步声 拼命地捏紧手上的花枝 任由尖刺刺穿手心 熟悉的疼痛一阵阵涌上来 我死死咬着嘴唇 不泄露一丝声音 模模糊糊地盯着手里的凌乱的花朵 我不断告诫自己 刚刚太着急了 可是身体的疼痛又在告诉我 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靠在墙边 仰头看着天蓝色的天花板 脑海中尽是小月死前的惨状 耳边似乎也模模糊糊哭响起她的声音 招招 我好疼 我好疼 你在哪 13 再次醒来 迎面正对上月兰担忧的目光 见我醒了 月兰总算是松了口气 小月 怎么回事 你怎么成这样了 妈妈带你去医院做检查好不好 我一把抓住了月兰的手 这才注意到满手的鲜血和细细蜜蜜的伤口 乍一看的确有些吓人 不用了 妈妈 我低着头 轻轻摇着头 摇着嘴唇低声说道 妈妈 下周的股东大会 你能不能给爸爸投赞同票 月兰先是一愣 随后很快反应过来 强忍着怒气说道 是不是他们在你面前说了什么 没有 真的没有 我慌张地抬起头 恳求地看着月兰 强忍着眼泪哽咽地说道 真的没有 妈妈 我只是想让大家好好在一起 没事的 月兰却再也忍不住了 她静止冲出门外 一路急匆匆地来到了楼下 我也连忙跟了过去 客厅里 梁征和梁强两个人似乎在跟梁安国说着什么 逗得梁安国一个劲笑着 看到月兰气冲冲下来了 梁安国还没开口 月兰便直接质问道 梁安国 你是不是对小月做了什么 梁安国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随后装作不解地问道 怎么了 怎么了 月兰怎么会看不出梁安国的不对劲 她抓住我的手朝上 露出那些被花刺刺伤的伤口 怒吃道 我才出去了多久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小月的 梁征看到我手上的伤口 立刻反驳道 又不是我们做的 小月受不了刺激 难道不是你们故意刺激她吗 月兰颤抖着声音 她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坚定地开口说道 实话跟你说 你提出的方案决策我是不会同意的 跟小月无关 你的方案决策风险性太高 稍不注意就会搭上整个梁氏集团 所以也别想让小月来劝我了 听到这话梁征再也认不住了 她一下子站了起来 指着我骂道 妈 你真的要这么偏心吗 为了这么个疯女人都不管我们了对吗 你实话跟我们说 是不是你的股份什么都准备全部给她 是 月兰也没有隐瞒的想法 她抓着我的肩膀 指示着梁征说道 小月回来这么久 你们什么样子我都看在眼里 我的东西会都给她 这件事绝对不会改变 梁征愣在原地 反应过来之后 直接将桌子上的杯子摔在地上 怒气冲冲地喊道 我看你是真的被她下药了 她凭什么能有股份 妈 你是老糊涂了吗 杯子砸在地上 发出尖锐刺耳的碎裂声 月兰却已经平静了不少 她抓着我的手说道 随便你们怎么想 我只是通知你们我的决定 我要带小月去上药了 你们也别想再打她的主意 14 事实上 接下来的几天 梁征他们也的确没办法在我身上动心思 月兰铁的心想要阻拦他们跟我的接触 家里安排人时刻看守着我的动向 除了他信任的人一律不让靠近我 至于在学校 月兰也安排了保镖守在我身旁 每次梁征或者梁强想要接近我 便会被立刻拦住 眼看着离股东大会只有两天了 梁征和梁安国等人也愈发躁动了起来 一天放学之后 我照旧出了教室 却没看到平时守在外边的几个保镖 没等我打电话 班里的一个女生急匆匆叫住我说道 梁月 老师正找你呢 我跟着那个女生一路来到了一栋陌生的教学楼 突然身后被人重重一击 紧接着眼前一黑没了意识 再次醒来 我是被冷水泼醒的 头上的黑布袋被人扯下 手脚被绳子紧紧绑着 眼前的人影也渐渐清晰 梁征和梁强两个人站在我面前 旁边跟着几个彪形大汉 地面积着厚厚的灰尘 旁边摆着不少钢筋杂物 像是废弃很久的仓库 梁月 哦不对林月 梁征恶狠狠地盯着我 嫌弃地说道 你才不配跟我同一个姓 现在怎么不在我面前叫了 梁征说着 抬起手上的长棍重重打在我身上 剧烈的疼痛几乎让我直不起腰了 我死死意志住痛呼声 仰着头盯着他 嘲讽道 梁征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 有本事就杀了我呀 你以为我不敢吗 梁征抬起长棍就想动手 旁边的梁强连忙拦住梁征 哥 我们受了这么多气 不能让他这么简单去死 梁征被梁强一拦 这才稍稍冷静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道 你说的对 我看他上次是没受够 还想再试一试 我忍着浑身的剧痛 听到这话 心底压抑的怒气 再也克制不住了 死死瞪着他们问道 还没事够是什么意思 被泼脏水 被造黄谣 还是说被诬陷退学 被混混欺负 又或者被人用亲生父母的消息 骗到郊外 然后被轮奸 浑身被人用刀划上 祸害的命就是能折腾 你居然还活着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直接弄死你 也省去了这么多麻烦 居然还活着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心底酸涩男人 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 一般涌了出来 一想到小月遭受的那些 一想到他死前的痛苦和绝望 我恨不得生死了眼前的这两个人 他明明没做错什么 可你们却让他遭受了这么多恶意 我直勾勾地盯着梁征 喉尖一片心田 嘴角不断溢出鲜血 露出的手臂上 可惜了 你今天就会死在这里 而我们会好好活着 报应这种事情 都不过是用来骗骗你们这些蠢货的 我看着眼前梁强得意的神情 嘲讽地说道 梁征 你这么为梁强赴汤蹈火 是喜欢他吧 你什么意思 梁征挡在梁强面前 仿背地看着我 没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一件事 你们不可能在一起 我摸出藏在一幅缝隙里的刀片 慢慢搁着绳子 不紧不慢地说道 因为他是你爸的私生女 你们是同父一母的亲兄妹 这件事你爸也知道 所以你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 梁征愣在原地 下意识看向梁强 我见状补充道 别看了 梁强早就知道这一切 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这么忌讳我 仅仅是因为养女吗 不可能 梁征瞪大眼睛 大声怒吼道 他避开梁强的目光 从旁边拿出一把十几厘米的匕首 威胁道 你重新说 不可能 他怎么会是我亲妹妹 说着 他又退后几步 目光落在那几个大汉身上 大喊道 你们几个快点上呀 给我把他解决掉 等他死了 我给你们一百万 眼看着那几个男人 朝着我一步步走来 我握紧了手上的刀片 加快了切割绳子的速度 见我没有半点屈服的意思 梁征愈发生气 他紧紧抓着手上的匕首 愤恨地瞪着我 林月 上次没弄死你 这次你必死无疑 话音刚落 仓库的大门和窗户 同时被人破开 警察的声音随之在整个仓库响起 不要动 与此同时 绑着我的绳子 也正好被我割断 看到仓库门打开的一瞬间 我直接朝着梁征冲去 梁征没想到我会冲上来 下意识抬起手里的匕首 静止刺入我的身体 跟着警察一起赶到的月兰 看到眼前的一幕 崩溃地大喊道 小月 脑袋突然传来阵阵幸运感 没等我做出什么动作 眼前一黑 便彻底没了意识 16 等我醒来的时候 事情已经被处理得差不多了 梁征动手的事情 被这么多人看在眼里 又加上罗明提交的那些证据 梁征和梁强两个人之前的事迹 全部败露 甚至连当初欺负小月的那几个人的车祸 也被发现是梁征受益 最后宣判故意杀人罪 故意伤害罪 教唆罪等多项罪名成立 恕罪并罚 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30年 那些帮凶也无一例外 都被按照情节程度判处惩罚 两安国一直要积极推动的方案 涉及经济犯罪等各项罪名 目的是为了架空整个粮食集团 越南联合其他股东会成员 把证据全部提交上去 很快也要进行判处了 我躺在床上 听了罗明跟我讲的这些事情 目光望向窗外明媚的阳光 开口说道 你说 坏人怎么就不能一命敌一命呢 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死 换小月他们活呢 罗明沉默着 好一会才开口说道 小月知道你为他做的一切 也会很欣慰的 梁征和梁强仗着梁家的势力 直接或者间接地 害死了那么多人 如果不是你一一找到 我们计划这一切 他们都没办法安息 他不会的 如果他在 他肯定不会同意我干这些事情 我抬起手遮住自己的眼睛 任由泪水无声从眼眶滑落 脑海中充斥着小月当初的笑容 哑着嗓子说道 我们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说好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的 他怎么就先走了呢 没了他 我倒是真成了一条疯狗了 都怪我没注意他的不对劲 让他一个人孤零零承受那些 你说 他那么怕疼怕黑的一个人 死的时候该有多害怕呀 我说着说着 终于扯住被子盖住脸 放声大哭起来 我曾经怀揣着最极端的恨意 想要那些人付出代价 最后还是按照他的想法 用法律去制裁他们 可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 我发现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的忽视 让他生命最后一段旅程 是在孤独而又痛苦的折磨中度过 番外 一个月后 罗明突然找到我 告诉我月兰想跟我谈一谈 跟月兰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晴天 彼时的我 只能依靠轮椅 去医院的空地里晒太阳 月兰穿着一条天蓝色的长裙 走到我面前开口问道 还好吗 我看着草坪上飞舞的蜻蜓 好一会才回答道 我其实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 冒充了你的女儿这么久 月兰摇了摇头 轻声说道 我早就知道 你不是我的女儿了 我转过身 疑惑地看着她 月兰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之中 是一个婴儿熟睡的样子 小月她腿上有一颗很小的痣 那次我给你消毒腿上的伤的时候 就发现你不是了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 还要那么尽心尽力地维护我 我偏过头 继续盯着那些蜻蜓 缓缓开口说道 因为那些照片里的人的确是小月 我看得出来 月兰说着哽咽了起来 她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还算得体 你为了冒充小月 不惜在自己身上 划出那么多的伤口 又安排了那些人 引导我一点点发现 梁安国和梁征 他们做的所有事情 我相信你不是为了那些外物 只是单纯为了小月 就这一点 我就能给你足够的配合 我看着自己手上的伤痕 微微闭着眼睛说道 他们的亲人 他们的朋友 就跟小月一样 因为一点点小事 被梁征和梁强害死 或者毁了一辈子 那些人不是我安排的 是被逼的 是我没有管教好他们 月兰沙哑着声音 缓缓开口说道 是我忽视了小月 我疲惫地靠在轮椅上 目光须须地看向天空 难难道 那个时候我被诊断出了癌症 治愈地希望微乎其微 我想着我要多赚点钱 要给他读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小月没有父母 我是他唯一的亲人 要给他攒出点嫁妆 要让他没有我也 至少能有一些钱傍身 为了赚钱 我忽视了小月的异常 直到他死了 我才知道他那段时间遭遇了什么 如果当初 我能够多点注意力 给小月给就好 就算现在报仇了 又能怎么样呢 我抬起手臂 再次遮住自己的眼睛 心脏处阵震抽痛 紧接着浑身都传来剧烈的疼痛 我死死抓着自己的手 一时间竟分不清到底哪里更痛 月兰没有打扰我 他仰头看着天空 默默抓紧了手上的照片 我的情况越来越差 身体的疼痛在不断加剧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 也在昏睡和模糊之中 月兰和罗明两人来看 我的次数也不断增多 他们想要我去国外 试一试新的治疗方案 却被我全部拒绝了 坚持要回到了海城 我跟他们争论了好几天 最后见我情况愈发糟糕 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待在我跟小月住的小房子里 月兰和罗明 也跟着我一起观察我的情况 我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 身体的力量也在逐渐流失 清醒的时候又喜欢说很多胡话 直到一天晚上 我难得一时极为清醒 甚至连力气都觉得恢复了不少 当我睁眼透过窗户 看到明月当空 硬是要坐着轮椅 来到了院子里看月亮 明明还没到十五 天上的月亮却格外圆格外亮 柔和的月光 如白灵般铺满大地 我满足地靠在轮椅上 余光看到罗明和月兰通红的眼眶 忍不住笑了笑说道 怎么这个样子了 我没事的 这段日子说了不少胡话 麻烦你们了 不过有件事你们肯定不知道 我跟小月的名字都是小月娶的 日照照 王月月 孕育日月光泽 最后双目成名 繁荣茂盛盛 所以她叫林月 我叫林昭 我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月亮伸出手 只觉得月亮似乎离我越来越近 身体恍如陷入了某种奇妙的虚无 变得轻飘飘的 伴随着压抑的哭声 一点点跟着月光奔向月亮 每年的清明忌日 在未见过面 月兰筹建了一个基金会 专门用来帮扶那些被校园欺凌的学生 十年内不断增加对基金会的资金投入 有人猜测是月兰在为自己的儿子赎罪 也有人觉得月兰不过是卫博美名 对于外界种种传言 月兰从未做过回应 直到一次 她刚做完一场关于杜绝校园欺凌的宣讲 在经过一条老街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两个小女孩追逐细细 其中一个小女孩不小心摔在地上 当她看到女孩腿上那颗熟悉的黑质时 忍不住蹲在地上 失声痛哭起来